我发现我有超能力 做梦就会变强 某次梦里 我亲了女神上司 第二天醒来发现 我比昨天更帅气了 还多了八块腹肌 于是我每晚入梦都缠着女神要亲亲 我越来越气质非凡 吸引了无数女同事的目光 女神语气严肃把我叫进办公室 脸却红了 你能不能别老想着亲亲 能不能在公司别招风影蝶 嗯 我的梦她怎么知道 公司前几个月来了一个美女总监 她是我暗恋了多年的女神 从高中到大学 我偷偷喜欢她喜欢了九年 她曾经是我渴望而不可及的存在 她是天之娇女 高领之花 向来众星跑月 光风即月 年少有为 世界上所有美好的形容词都与她有关 在她踏进公司的第一天 我就决定我一定要让她心悦于我 当然 只敢在梦里 毕竟 她是新总监 我是新来的实习生 平时在公司连和她碰面的机会都难 我的梦里 当然我说了算 在梦里 我和柳如烟同床共枕 亲密无见 她每天晚上会讲睡前故事哄我睡觉 会抱紧我说宝贝晚安 日子就这么悄然流逝 我们是彼此最爱的存在 可是 当她进了我们公司之后 梦里的她就变了 她不再喜欢紧紧地抱着我 不再喊我宝贝 连我亲她一下 她都躲得远远的 生怕我触碰她 这年头 连在梦里都不让人如意 我真的好伤心 我怀疑柳如烟在我梦里变心了 晚上睡觉 我一进梦里 趁她还没反应 一气之下 我一股作气 捧起她的脸就狠狠稳了下去 看着她弱小无措的样子 我感觉我像个畜生 有些于心不忍 可第二天起床 我一照镜子 发现我唇周都没长胡叉 干干净净的 脸上长的一颗痘 竟然也神奇的不见了 鼻梁更加高挺 五官更加深邃 颜值直线提升好几个level 换衣服的时候 我的腰间竟然还多了八块 结实有力的腹肌 成了标准的公狗腰 我勒个痘 一个亲亲居然有这么强大的功能 看来我得多和柳如烟要亲亲 在第二天晚上的梦里 我又忍不住亲了柳如烟 虽然她欲拒不拒 但毕竟是我的梦爱 做来做去 除了被我亲 她也只能乖乖受着 我捧着她的脸 一脸亲了好几遍 柳如烟一脸茫然 眼睛瞪得大大的 妈呀 她不会是被我吓傻了吧 那我可太罪孽深重了 于是我赶紧拉起她的手 向她保证 宝宝 我发誓我以后会克制的好不好 柳如烟嘴角扯了扯 甩开了我的手 咬牙切齿 你最好是 那还真不可能是 我就这么随口一说 收手我是一时半会收不了的 谁让我喜欢她 喜欢了这么多年 她像一朵美丽的慢珠沙滑 一碰 就令人上瘾 一日 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又变帅了 本来轻度近视的眼睛 竟然恢复成了5.0视力 身高也从180 长到了187 照这样下去 我能堪比那余顶级男明星吗 简直完美 晚上 我再接再厉 全然不顾柳如烟一副惊恶的眼神 按着她轻了一百下 刚开始她还反抗不让我轻 后来她可能是知道没什么效果 就放弃挣扎 任由我轻 我就更心安理得了 回到公司的时候 我简直如沐春风 容光焕发 神清气爽 我把身体挺得直直的 男同事见了 都夸我变得帅气了 与同事见了我 个个都害羞的红了脸 我心里乐滋滋 一路上欣然接受着大家的目光 别提我今天心情有多好 旁边的同事都忍不住问我 是不是中百万大奖了 我笑着和她说 百万大奖算什么 这可比中奖还要让人开心 我正说着 这时 柳如烟刚好进公司 她穿着一身淡雅的白色长裙 眸光轻了 路过我时 她往我身上淡淡地扫了一眼 我面带微笑 裂开标准八尺 十分热情 刘总监 早上好 柳如烟嘴角扯了扯 脸色不太好地上了公司二楼 梦里和现实 我还是分得清的 在现实 我不会越见 我本来只想本本分分地 好好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可我却发现 柳如烟没完也会梦到我 并且和我做的是同一个梦 办公室里 又有好几个其他部门的女同事 脸红地站在我面前 大老远地来给我送水果 和各种零食 还有部门的男同事 也来找我取经 博达啊 你这怎么突然长高的 能不能教教你张哥 我怎么长到一米七啊 我这一米六的个子 都快被你嫂子嫌弃死了 是啊 能不能也教教王哥 你平时都怎么锻炼身体的 你这手臂肌肉 这腹肌 简直刚刚好 我要是能有你这条件 我是不是也能 咪倒一大片女孩子了 咱俩同样都坐在办公室 同样老是熬夜 我怎么就满脸斗鹰斗坑 年纪不大 还成了地中海 你这头发怎么就这么浓密 皮肤怎么就这么光嫩细滑 博达 你是不是有什么秘诀 不告诉你李哥 对此 我一律回答 因为爱情 谈恋爱 是男人最好的一美 梦里恋爱也不例外 后面还有好多个男男女女 来找我 我应接不暇 他们全都走后 我疲惫地抬起头 猝不及防地 和站在二楼上的柳如烟 目光相对上 她表情淡淡 目光灼灼 一双风情烈焰的桃花眼 好看得勾人魂魄 我的心颤了颤 心虚地低下了头 可二楼的目光 并没有因此而收回 过了一会儿 我转念一想 刚刚的一切 柳如烟肯定清清楚楚地 都看见了 要命 她不会觉得 我这是影响办公室市容 助长雄敬风气 要把我开除吧 这么一想 我瞬间坐立难安 早知道灰头土脸 来公司好了 午睡的时候 我又梦到了柳如烟 她乖巧地坐在我面前 看到她 我心情都变好了起来 我想把她捞过来 亲一亲 可她丝毫不动 双手执拗地放在我胸口 她看着我 纪博答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愣了一下 随即开口 我老婆 柳如烟脸上 拎晕了一层红蕴 抬手掐住我的脸 摇了摇 你做梦呢 我心里一致 心想 这就是梦啊 不然 我怎么会得到你 刘总监 如果你喜欢我就好了 我低落地难难 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 你不喜欢 你喜欢的人是一 后面一腾成的名字 我还没说出来 就被柳如烟 一吻封肩 我喜欢 我不信 除非你再让我亲一口 我亲了柳如烟 再亲 再亲 在我最后一次 即将吻上她唇办事 办公室手机闹铃响起 梦境消散 柳如烟助理 敲了敲我的桌子 纪博答 刘总监叫你上她办公室 啊 思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柳如烟 不会是感知到我的梦了吧 还是说 她要把我炒鱿鱼了 不妙 不妙 柳如烟撑着脑袋 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我 走近一看 隐隐约约能看见 她的眼底阴翼 一片乌青 像是眉 睡好 我咬了咬牙 试验性开口 柳总监 您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吗 她揉了揉眉心 你午睡的时候做梦眉 我差点被口水呛到 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愣在原地反应了好一会儿 她也太直白了吧 这样会随即吓死 一位新来的男士牺牲的 我 我 我的俊脸拧成一团 脸色变了又变 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 柳如烟手指有一下 没一下地敲着桌子 好笑道 纪伯达 你这什么反应 再给我表演穿剧 没事 你要是不好回答 我换个问法 她停顿了一下 看样子像在斟酌 你有没有试过 在梦里总是频繁地梦到一个人 我死死咬住唇 柳如烟突然起身 缓缓靠近我 表情严肃 纪伯达 我做梦了 经常梦到你 梦里 你老是亲我 还喊我老婆 刚刚你还想亲 你说我这梦 是不是挺奇怪的 我和柳如烟的梦境 果然是互通的 这么说来 我之前做的所有事情 她岂不是都知道 有低风吗 现在钻还来得及吗 我简直欲哭无泪 柳如烟 朝我越靠越近 柳总监 这这 不太好吧 我连忙退后 退无可退 她把我抵在墙上 柳如烟勾着唇 眸光练咽 像个勾人魂魄的妖精 我咽了咽口水 话就这么不经大脑 说出来了 你看起来好好清哦 办公室死寂了一会儿 啊大 我真是个变态 是不是吓到我老婆了 呜呜呜 突然有人敲了门 这简直是拯救我 于水火之中 柳总监 那我先走了 最后 我离开之前 柳如烟喊了一声 我的名字 她看着我 欲言又止 你 能不能不要老想着轻轻 啊 还有 能不能别那么招风影蝶了 出了柳如烟的办公室 门外站着一腾成 我愣了一下 她本来一脸喜悦 看见我从柳如烟的办公室出来 脸立刻皱缩的像条苦瓜 和我擦肩而过时 我能察觉到她对我淡淡的敌意 我心里郁闷的慌 因为 一腾成和柳如烟是青梅竹马 天生一对 这是我以前听过最多的一句话 一腾成很优秀 天知骄子 高中时就是学霸 很多女生喜欢 现在已经成为她霸公司的总经理了 我低头看了我自己一眼 身为过学家的我 突然就有些挫败感 算了算了 说不定柳如烟没那么喜欢她 我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 回到公卫 周围的同事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旁边的同事撞了一下我的肩膀 一脸八卦 你在柳总监办公室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他和你说了什么 他是不是也被你摔到了 你和柳总监是不是认识 他是不是喜欢你 柳如烟喜欢我 听到这里 我的心愣睁了一下 我是福利院的孩子 从小生长在淤泥里 柳如烟是被人捧在手心里的玫瑰 也是我渴望而不可及的存在 即使和他在同一所高中 我也只是远远地望着他 他明媚阳光 自已张扬 是我不敢轻易靠近的存在 柳如烟比我高一届 高一那年 我坐在台下 他在舞台上 跳着芭蕾 闪闪发光 从此他住进了我心里 我明白 他这朵高岭之花 只是和我远远观望 可我还是想努力构上他 我本来学习成绩不怎么好 整日吊耳郎当 想着就读完高中出来打工了 因为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我开始没日没夜的学习 最后终于考上了和他同一所大学 那一年 我高考成绩是排前十 成了我们学校最大的一匹飞马 可去到了大学才发现 他是学生会会长 每天都很忙 而且一年 后他就出国了 我能见到他的次数寥寥无几 可是 我还是每天都会关注他 在社交平台上发的动态 现在 一个念头突然热烈地灼烧着我的心 我想追柳如烟 晚上做梦的时候 我又梦见了柳如烟 没有往常的放肆 我便得克制拘谨起来 此时 柳如烟坐在沙发上 眼睛微合 看着他轻力的样子 就好像回到了好多年前 那个站在舞台上 意气风发的少女 我克制地俯下身去准备轻踏 在靠近他嘴唇 快要触碰到时 柳如烟猛地睁开眼 薄唇轻起 记不打 不是我 我摸摸他的脸 脸热得有些发烫 他突然抱着我的腰 不让我动 那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抬头看向柳如烟 他有一双好看的眼睛 琥珀色的毛子 我冷静了两秒 摇摇头 不知道 他眉头紧锁 你都不知道你梦里的人是谁 就天天倾他 不行吗 柳如烟气急返笑 行 非常行 怎么不行呢 清晨的铃声总是不合时宜地响起 在梦里 我眨着大眼睛 一脸懇切 恋恋不舍地问柳如烟 宝宝 我还能要一个亲亲吗 前几天加班 没来得及锻炼身体 肌肉已经有一块变肥肉了 再不趁机不多轻几下 我腹肌就没了 柳如烟冷哼一声 你想得挺美 在我不得不睁开眼的最后一秒 他俯身亲了我的唇角 天色见亮 我裹着甜梦醒来 公司茶水间 一位女同事在切桃子 柳如烟正好在接咖啡 女同事把切好的桃子递了一块给柳如烟 烟烟 吃个桃子吧 可甜了 看着女同事手里的桃子 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她不吃桃子的 她把目光投向我不太相信地问我 你怎么知道 柳如烟也看向我 就前几天不知道听到谁说 我尴尬地解释道 柳如烟对桃毛过敏 不爱喝纯牛奶 喜欢喝美食 这是我在梦里得知的事情 烟烟 是真的吗 女同事转头问柳如烟 柳如烟笑了笑 嗯 我对桃毛过敏 女同事看看我 又看看柳如烟 一脸胡一说 为什么博达都知道 我怎么就不知道呢 柳如烟看着我微微一笑 那你得问问博达呢 嗨嗨 一不小心跳坑里了 傍晚手头上还剩一个策划案没写完 我留在公司加班 办公室还剩我最后一个 紧赶慢赶 终于写完了最后一个策划案 我扭了扭犯酸的脖子 收拾好东西准备下班 可转头一瞥 却看见柳如烟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我在留在原座位上待了好一会 柳如烟终于出来 他看见我实微愣 你 是在等我吗 我低下头 笨 他轻松一笑 那走吧 小学弟 我猛地抬头看他 撞进了他明媚的眼眸里 笑容黄眼 这声学弟 把我的记忆拉扯回好多年前 当年也像现在这样 我毫不设防地撞进他眼眸 他的黑眸亮如药石 他说 小学弟 你的眼睛真好看 那时他指了指地上的少女心信封 俏皮打去 还有 你的情书掉了 也许连当时的柳如烟都不会想到 他当时的话对我有多么大的作用 他当时高考结束后 回学校做演讲 可当时的我 脸上长了红疹的印子 每次走在路上 都会下意识躲避大家异样的眼光 自卑又敏感 连口罩都不敢在公共场合随意摘下 他的一句话 我心动了好久 我渐渐变得自信起来 也逐渐不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嘛 还有他写那张纸条 那句话 支撑着我 度过了整个南傲的高三 至今 还夹在 我日记本的末夜 和柳如烟坐电梯时 沉默的气氛弥漫着整个电梯间 我总感觉后面有人盯着我的后拨梗 我腰杆挺直 身体僵硬着 一动也不敢动 几分钟的电梯像过了几个世纪一样 分外煎熬 出了电梯 我重重的呼了一口气 刘总监 你是开车来的吧 那我就先走了 等等 我送你回去 柳如烟清冷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我 啊 可我们并不顺路 谁说我们不顺路 柳如烟他家在市中心 和我家方向完全不一致 可我到底没继续问出口 等坐上他的车时 我还有点恍然如梦 这是我在现实中 离他最近的一次 就在我出神之际 柳如烟倾下身来 拉起我旁边的安全带 动作自然利落 我被吓得一惊 心跳都慢了半拍 柳如烟看了我一眼 记博答 你有喜欢的人吗 我呼吸一致 柳如烟的脸就在我眼前 惊得我能看见他脸上细碎的绒毛 我喜欢的人 就在眼前 我诚实地回答 有 他挑挑眉 漫不经心地诱问 公司里的人 公司规定不允许办公室练情的 我怕被炒鱿鱼 我嘟囔 如果我允许了呢 啊 我的心忽然就跳动得很快 柳总监 是想给我开后门吗 强忍住剧烈跳动的心脏 我故作轻松 开玩笑时地问他 柳如烟看了我一眼 没烧上扬 也不是不可以 整个公司都是你家的 确实是你说可以就可以 走吧 走去哪 我下了车 柳如烟也下了车 还把他车里的东西都拿了下来 我站在风中凌乱着 他不会深夜要拜访我家吧 我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 柳如烟看了我一眼 你要是喜欢站在那吹一晚上冷风 就站着吧 他往前走的脚步顿下 回头看我 你明天要是赶迟到 罚款一千哦 我在风中继续凌乱 最后还是跟上他脚步 谁能告诉我 怎么不用我带 他都认识路啊 我心如死灰 颤颤巍巍地挪着千斤众的步伐 准备打开我的房门 啪哒一声 我身后的门比我打开得还快 我往后一看 柳如烟走进对面屋子 他回头灿烂一笑 晚安 我的心对门 我瞬间石化在原地 原来女神救助我对门 这种新奇的体验 也能发生在我这个大男人的身上 我简直欲哭无泪 我晚上还怎么敢梦见柳如烟啊 睁开眼 又是熟悉的屋子 我看见旁边躺着柳如烟的时候 我知道我完了 此时 他的手还搭在我的腰腹间 我俩保持着相拥的姿势 我轻轻拉起他的衣袖 想把他的手臂从我身上挪开 柳如烟的手突然动了动 我屏住了呼吸 在就快要成功的时候 他又一把我抱住 换了个舒服的姿势 抱得更紧了 我又尝试了好几下 挣脱不开 我放弃挣扎了 认命了 就由着他抱吧 早上起来 我故意比往常早了半小时出门 就是希望不要一出门就碰到柳如烟 结果 好巧不巧 开门 我俩正好撞上 柳如烟对我仰起了嘴角 嗨 纪伯达 早上好 我快速和他打了声招呼 也不等他回应 先溜为快 纪伯达 你和刘总监怎么回事 问我的人 是那天给桃子的女同事 没事啊 他转脸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 凑近我 哦 那你还记得一家的大少爷 伊藤诚吗 我点点头 他今天一大早又来找刘总监了 他们估计好事将近了 所以 可我看刘总监对伊藤诚没什么意思 还没对你上心 所以 你去追奄奄啊 女同事一脸恨铁不成钢 我的心颤抖了一下 随后紧紧攥紧 那个念头不断生根发芽 下午 组长堆了一堆文件给我 让我交给柳如烟 办公室的门微合 我正欲敲小门 里面隐约传来谈话的声音 这梦确实奇怪 要不你找医生看看 是位女生的声音 嗯 之前就想去了 没找到合适的时间 我没细听 走到旁边的沙发上坐着等 可是等了将近半小时 里面的人也还没出来 我上前欲再次敲门 话说这梦给你带来了不少困扰吧 看你这几天状态不太好 梦和困扰两个词 让我抬到一半的手 又缩了回来 脚步像灌了泥 没挪动 然后我听见里面柳如烟 极其冷淡的声音 是很烦 一瞬间如五雷轰顶 我的手臂重重地抖动了一下 怀里抱着的文件 差点滑落在地 我才发现 原来这个梦境 带给她的一直是困扰 在这之前 我从来没思考过 我的梦会给柳如烟 带来困扰这个问题 全是我的一厢情愿 现在看来 我们之间的梦境 对她来说 也许只是一个负担 想到这 我的心像被压了一块石头 有点喘不过气来 前面的门 搁之一下被打开 一个女生出现在门后 看着我 她的表情惊诧 你是之前那的小师弟 女生又激动起来 转头对身后的柳如烟说 你还记不记得 当时你大二 突然晕倒的那一次 就是她 着急忙慌地 把你抱起来 送到笑医似的 那时候周围没什么人 我又不知道怎么办 还多亏了她帮忙 没想到 你来这里上班了 你说 你是不是暗恋我的烟烟啊 女生拍拍我肩膀 打去着 柳如烟一脸错愕地看着我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我记得可清楚了 而且她当时看起来 比我还着急 女生一脸自豪地说 暗恋的时光很苦涩 喜欢她又不敢太靠近 只是默默地远远看着她 看得见 摸不着 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了 但这么明明白白 被人说出来的时候 我心里依然犯酸 最后在柳如烟的注视下 我艰难地从喉咙发出声音 都过去很久了 刘总监 你也不用感到困扰 我早就 不喜欢你了 眼眶不禁有些湿润 放下文件 我匆忙离开现场 原本以为柳如烟是喜欢我的 毕竟我们都在梦里 相处了这么久了 现在看来 好像是我一厢情愿多一点 在意识到 我的梦给柳如烟带来的是 困扰这件事后 我还是决定 把我的梦境断了 我很早之前 就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 我常常会做梦 总是梦到 与小时候有关的一切 纵使我离开了福利院之后 可那种压抑感 一度使我喘不过气 我想摆脱 却怎么也摆脱不掉 心理医生说 这是因为小时候的经历 给我带来的阴影 我从小心里太过压抑和缺爱 我潜意识里渴望爱与被爱 而且极度缺乏安全感 心理医生给我心理疏导过 却也无济于事 直到几个月前 梦到了柳如烟 我才摆脱了以往的噩梦 在有柳如烟的梦里 那有我渴望的生活 我可以勇敢爱 也可以被毫不犹豫的偏爱 梦境美好的 让我不敢轻易打碎 可是现在 我要亲手把这个梦要打碎了 医生给我做了催眠 恍恍惚惚间 我似乎梦到了那个 站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少女 太阳柔和温暖 少女清理而干净 她的眼里盛着焦阳 目光温柔 那年 柳如烟作为学校优秀毕业生 回去学校演讲 她演讲完后 很多女生都跑过去找她签名写助语 我鬼迷心 翘也跟着人群上前 那时候我因为脸上红疹 没完全恢复 还戴着口罩 旁边不知道谁撞了我一把 撞到了前面的柳如烟 当时的我有些狼狈 和柳如烟目光相对的刹那 她好看的桃花眼微微一弯 笑着看着我的眼睛说 小学弟 你的眼睛真好看呀 她还指了指地上的那一封信 顽皮一笑 你的情书掉了 我当时的脸红透了 其实 这封信是我想交给柳如烟的 但却没有勇气送出去 我羞奶一笑 连忙反驳 这不是情书 最后 我心一横 问她 学姐 可以帮我签个名吗 柳如烟笑着接过我的信封 认真地在背面写下 祝你前程似锦 来日可期 这句话像一股魔力 激励了我高三整年 当我迷茫又彷徨的时候 每当看见那眷秀有力的字迹 又会想再拼一把 在无数个辗转反侧的日夜夜里 我都有一个念头 我想去见柳如烟 想和她考同一所大学 我还曾经偷偷地把论坛上 她的照片 夹在了我的英语单词本上 每当觉得人生不值得时 看一眼她笑容明媚的照片 就会想起她那天说 前程似锦 未来可期 治疗结束后 我的心理医生说 有始有终 才能跟之彻底 她说今晚我可能还会梦见柳如烟 之后就能彻底跟出了 晚上 刚进入梦境 我一愣 柳如烟单手撑着脑袋 神色慵懒 正定定看着我 就仿佛 她已经等了我很久 纪伯达 今天为什么不等我了 我 有急事就先走了 急事 是指去看心理医生了吗 我错 你怎么知道 今天我大学闺蜜来找我 就是你在办公室见到的那个 我和她说 这几天做了好几个奇怪的梦 我经常梦到你 她让我去看医生 可我不觉得那个梦是坏事 相反 我喜欢梦里有你 还有 我们家让我和一腾城联姻 我拒绝了 闺蜜和我提起了这件事 我说我和一腾城只是朋友 家里人擅作主张 让我们联姻这件事 很烦 我正正的听着 一瞬间有些反应不过来 所以 我的梦带给你的不是困扰 你喜欢梦里的我 我问 柳如烟浅浅一笑 你真聪明 不过 有一点你错了 我喜欢你 不只是梦里还有现实 我眸子陡然亮望 看着柳如烟 真的 她上前轻轻抱住我 失笑道 当然是真的 我忍不住笑了 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 我也喜欢你 说开了这个误会之后 我和柳如烟相拥而眠 而这个梦境也结束了 我和她因为梦境互通 而重新联系在一起 现在我们是心意互通 想到这里 我的心就泛起丝丝密意 柳如烟把我叫进 她办公室的时候 我很紧张 刘美丽最近和你走得挺近啊 柳如烟扯了扯我领带 把我拽下身来 颇为不爽 绝对没有 我和她就是同事之间 互帮互助 我立即反驳 柳如烟锁上我身后的门 我脑子只觉得要大事不妙 温热的呼吸喷洒在我脸上 我心中警铃大作 提高了声音 柳如烟 有话好好说 你先离我远点 不然 我怕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姐姐做不到呢 她踮起脚搂住我的脖梗 我身子瞬间僵硬 纪伯达 我好累 只想抱抱你 她的脸靠在我脖梗处 磨蹭了一下 带起一丝丝氧溢 在我以为 她是不是睡着时 她放开了我 她微勾起唇看我 眼眸又深邃又认真 纪伯达 我想亲你 我还在思考着 梦里的吻和现实的吻 作用会不会不一样 柳如烟捧着我的脸 铺天盖地清了下来 像有万千烟花在耳边炸开 我瞪大了双眼 请到深处 我会抱住她 她放开我后 又忍不住轻着了衣 吓 柳如烟捧着我的脸 眼中止不住笑意 你怎么又变帅了不少 她又轻着了好多吓 忍不住笑意 看来得多轻轻 和柳如烟确认关系后 我们开始了地下恋情 我们老是腻歪在一起 我老是去她家串门 可以说 我家现在可能就是个摆设 晚上我待在她家赶都赶不走 我总是时不时就请她 越发放肆 我发现 柳如烟很爱盯着我的脸看 还时不时抚摸我的腹肌 姐姐 我怀疑你和我在一起 是贪图我的身体 我郁闷地开口 柳如烟挑了挑眉 戳了戳我的腹肌 你说的没错 好在你身材挺好 姐姐我不仅腹肌强壮 其他地方也很不错的 你要不要试试 我脚侠一笑 把她扑倒在床上 22 因为柳如烟和一腾成 取消了联姻计划 一腾成找上了门 这时 我正出门 和她撞上 一腾成怒目地看着我 纪伯答 你怎么在这 我挑眉笑了笑 要你管 一腾成生气地指着我 质问身后的柳如烟 你不和我结婚 是因为她 是 柳如烟冷淡开口 一腾成 我很早就跟你说过 我有喜欢的人 你别纠缠我 一腾成指着我 他不过是一个吃软饭的 有什么值得你喜欢 我挡在柳如烟面前 冷淡开口 一腾成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一腾成冷笑一声 纪伯答 你一个实习生 拿什么和我争 哦 我不用争 我们情投一合 一腾成气急败坏 柳如烟 你会后悔的 东边郊区那个项目 你别想要了 除非你离开他 一总 话别说的太满 谁后悔还不一定呢 我淡然笑笑 一腾成走了 我转头给我爷爷 打了个电话 虽然我从小在福利院长大 但我爷爷是个房产大亨 在18岁那年 我被他的人找到 任祖归宗 几天后 一腾成收到了公司 被收购的信息 气得直跺脚 去柳如烟公司上班 只不过是想多见他一面 而已 纪伯答 深藏不漏啊 柳如烟挑眉 我上前清了清柳如烟 我爷爷想让我继承家产 可我心里只有你 所以 你居尊跑来当我的实习生 就为了天天见我一面 柳如烟疑惑的看着我 我思考了一会儿 点点头 确实是这样 还有一方面就是 我爷爷想让我继承家产 我还没做好准备 不过见柳如烟是最重要的原因 纪伯答 你知道什么是恋爱脑吗 说的就是你这种一根筋的傻子 可我心甘情愿 傻点就傻点吧 我又忍不住清了柳如烟 我和柳如烟回到我们的高中 正直孝情 礼堂上 有人在表演 下一场是跳芭蕾 我牵着柳如烟 你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喜欢上你的吗 柳如烟想了想 摇摇头 我把她的手握紧了些 坦然笑道 九年前 你在台上跳舞 我觉得那个女生真好看 可是这么多年 你就一直在我脑海里反复跳舞 念念不忘 挥之不去 我从怀里拿出一封信 你还记得这个吗 这什么 本来想给你的情书 那我怎么没收到 柳如烟 柳如烟接过信封 眼里有泪意 她看到信封背后的字 有些错了 这不就是我给你写的那封 嗯 那时候 你都不知道你靠近我时 我有多紧张 只记得当时她身上有骨淡淡的琳兰花香 又像是森林的味道 柳如烟把我拉出教堂 指着那个位置 我当时是不是在这遇见过你 你还记得我 嗯 记得你轻瘦的背影 还有夕阳下戴着耳机 听听音语听力 你是不是很惊讶 其实 我高 中的时候 也有偷偷关注你哦 纪博达 我喜欢你 远比你以为的要早了 只是 高中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好好读书 对自己对未来负责 所以我以为有些喜欢 可以埋藏在心底 可后来发现 爱意是遏制不住的 如海水般汹涌 是挡也挡不住的风 现在我想 爱是自由的 既然还喜欢 那就追风去吧 墨地柳如烟转过头 所以纪博达 我也喜欢你很 久了 新房向泛起一场春波上的涟漪 诉说不完爱意 在内心如海浪般汹涌 我上前一把抱住她 柳如烟站在西湖边喂鸭子 我在她身后拍了拍她的肩膀 学姐 你的戒指掉了 她回过头时 我单膝跪地 拿出我准备已久的戒指 她眼角泪一湿润 难以置信地捂住嘴巴 我亲爱的柳如烟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柳如烟缓缓伸手 哽咽出声 我愿意 番外 我记得某人刚进公司的时候说过 不允许内部谈恋爱来着 你忘了吗 我眨白眼睛 看着柳如烟 等待着看她被打脸的表情 我也记得 在梦里 你老是缠着我 跟我要亲亲来着 我浑身上下都被你亲了个遍 怎么 现在害羞了 柳如烟把我一把捉住 按在身下 不让我动 你在梦里 还不是死活不让我亲 我愤愤不平 躲开她欲落下来的吻 柳如烟愣愣了一下 失笑道 我以为是我疯魔了 老是梦到你亲我 我那时候每天醒来 都怀疑自己是个小变态 为什么 因为 梦到你的每一刻 我都在想你啊 心里像被灌进了蜜 我傻笑着 哦 那你是小变态的话 我就是大变态吧 我接手了爷爷的公司 每天事务很忙 但柳如烟公司聚餐 我也去了 大家都喝了酒 柳如烟滴酒不沾 我喝了两三杯就倒下了 再次醒来 柳如烟就安静地躺在我身边 我一时静分不清梦境还是现实 我闭上眼 再来一遍 还是同样的场景 我掐了掐柳如烟的脸 她动了 你怎么会在这 我送你回来之后 你拖着不让我走 还亲了我好多下 嘴巴都快要被你亲中了 我 柳如烟贪手 姬博达 没想到你喝醉酒后 这么狂野 自从柳如烟亲自允许办公室恋爱后 公司里多了好几对情侣 不过 为了避免麻烦 我们没公开 某天下午 公司一位女生过来和我表白了 柳如烟正好来我公司 她黑着脸从我旁边走过 坐到旁边的沙发一言不发 我连忙拒绝了那个女生 女生走后 她上前发狠地咬了咬我嘴唇 说了叫你别那么招风影点 晚上 她立马在朋友圈上批了一张 我在她家逗小狗的照片 下面纷纷调侃评论 狗男人 我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谁是主角 狗旁边的那个帅哥 为什么不看镜头 是不敢骂 终于官宣了 999 祝福刘姐 记哥 不不不记总 记得好好对我刘姐 最后她发了一条信息 小狗害羞 大家都装作不知道就好 全文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